AutoCal 2.0 大家好,我是ExoSofit的Mr.Log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AutoCal 2.0的功能 相信大家都知道AutoCal 好几年前已经是公布1.9或者是1.8 这个是会stop service 所有新加的功能都不会加在1.8和1.9 包括这个GST、e-voice 这些新的政府的修改的一些制度 它是没有办法维护那么多个version 所以AutoCal就决定了凡是所有新的功能 它就一定会增加在2.0 这样除了因为这些e-voice或者是GST的问题 其实到底为什么要upgrade去2.0 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upgrade去2.0 通过这个视频我会为大家意义分享 首先这样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是2.0 不是2.1或者是2.2 其实2.0系列以上 2.0、2.1、2.2 这个是同一个系列 如果你是upgrade去2.0 你是免费升级到2.2的 它的分别是在哪里?2.0是我们的初代 初代就是增加了很多一些新的功能 2.1它是加强版 把那个现有的2.0优化 把它的speed优化或者是加多一些很多新的一些 把它更加的完善 整个系统 而2.2是主要主打那些e-voice的系列 主打那些e-voice的一些功能 只要e-voice以后所有的要求的附加功能都是称之为2.2 目前是去到2.2 这样到底autocall 2.0这个系列做了些什么东西? 我这边总结了一下 一共有9个是加强版的 就是enhancement 目前的一些功能它去做了一些enhancement 而增加了一些standard应该有的功能 一共有9个standard的功能 还有8个比较advanced一点的功能 所以事不宜迟我就易意解释这些功能 第一是这个改良了这个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是一个touse一个touse的 这些interface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tablet 你就很容易去按这些键 只要修改了整个系统的一些interface 而且这个interface可以不同的 User login看到不同的touse 一个个touse 而且有这些summary的 你要放summary也可以 你不要放summary也可以 它一些数据 可以直接再通过这个touse 就可以分解读到 so 这个touse 每一个touse有三个功能 如果你是left click 你会看到是一个new entry form 如果你是right click 它就会去回那个listing 如果你是通过它的小小的 那个放大镜 它的右上角跟放大镜 它是去到那个surs entry的那个form 所以一个touse它就已经可以做三个动作 所以优化了那个界面过后 而且你可以看到有一些graph的功能在下面 可以有一些py chart bar chart line chart 不同的chart在下面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其实是不同的游客可以看到不同的界面 可以看到不同的界面 可以设计不同的界面 给不同的游客 of course 这些数据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些statistic的 它可以drill到去那个original的document 除此之外 这些icon也优化了 比起旧的系统 它是很小利的 现在是已经是放的很大利 所以也是如果你是touch pin based的 就很方便很方便 包括一些功能 你不止你可以right click一下 它就有一些transfer的功能 接下来我讲第二个autocal的 2.0的新加的一个功能 叫做smart search lockup 这个是更加简单 更加容易的searching那个东西 旧的版本只能search either item code或者description 它不能同一时间search 两个item code跟description 所以在这个新加的功能 你就直接打那个description 而且不用一定要从左到右 随便那个中间的字眼 你只要把ericsson 它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打galaxy 然后你打003 它就会把你找到这个samsung galaxy2 它这个searching的功能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容易 就算你公司不会这个产品的话 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search到这个产品 旧的1.9 你还需要按一个f9 所以新的这个2.0 基本上都不需要press any button 你就可以直接log in进去 直接打那个相关的字眼 就可以找到那个产品 不只是产品 包括做账 做account也是office render factory render 所以你到这个情况 你直接打render 它就会跑出所有有关于render的那些account code 跑出来 所以下一个功能是 那个customize的那个entry form 所以旧的版本 你只能在那个item code 这些grade的地方 你才可以customize这些grade 新的版本它不只是grade 包括你看到的那些interface 你也可以自己diy 自己想要的那个interface 不需要通过那个programmer 旧的版本 你还需要给钱 让programmer跟你讲 你要怎么样去拉 怎么样去排位 新的版本 基本上你自己都是半个programmer 你直接对着每一个screen 你就right click 你就可以customize 它整个layout so 跟着下来的是一个access right的一个油画 ok access right的油画 这个新的版本 它是拆开这个 user id user group 跟access right 它把这三个功能拆出来 旧的版本是三个功能 是在同一个function里面 ok 新的版本它是拆开出来 so 不只是拆出来 它还多了这个access right的功能 这边有一个direct access right 跟effective的access right so effective的access right 可能是它的user group的access right direct access right 是它比较特别的 它可以另外set 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 它另外再拿掉一些功能 so 比较喜欢的是这个copy的功能 ok 如果你要copy它的user group 或者是那些user的function 你可以直接copy 你就不用重新一个个function 就跑去take 还有就是这个comparation的功能 你可以compare这个user 跟这个user 它的分别是在哪里 跟这下来是一个alternativeitem code of course 旧的版本也是有alternativeitem code 可是新的版本它更加优化 ok 它优化到百每一个UOM 旧的版本就是一个产品 它只能一个alternativeitem code 一组 它不能based on不同的UOM 可是百货公司越来越多新的不同的情况出现 可能它只是box的 它有做一个promotion 所以它有不同的item code 或者是barcode for几个月 so 在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用alternativeitem code for这种包装的 ok 不同的包装的 那个barcode so of course 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alternativeitem code 在这里我就顺便讲解一下 so alternativeitem code 也可以当作是不同的supplier 不同的item code 我们可以填在这里 或者是同一个产品 可是它有很多个包装 很多个barcode 我都可以用这个来取代 也就讲autocall不只是item code 不只是barcode 有时候item code barcode都不够用 同一个产品它跟不同的supplier 每一个supplier有自己的code 这样你都可以用这个alternativeitem code 来capture 这样到时候我们search的时候 直接search这个alternativeitem code 就可以找到这个产品 我们就不用去记哪一个supplier是什么的 然后什么产品 就不用去特别的去注意这些东西 直接set好好那个系统就自动把它找出来 下一个是deposit of course旧的版本1.9也是有deposit 这样它的分别是在哪里 所以新的版本它可以做很多次的forfeit跟refund 不同的日期 旧的版本只能做一次forfeit一次refund 新的版本是可以做很多次的 这个是优化了那个系统 然后跟着下来优化的是email的系统 这个是很多很多公司期待的 包括旧的版本一定要用Microsoft Outlook Microsoft Outlook 你用Microsoft Outlook才可以send出去 新的版本是不需要通过Microsoft Outlook 只要我们做一些setting 你跟在你的Gmail跟着你的Gmail的setting 做setting进去autocall里面 或者是跟着你的email Mailbox setting去autocall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send出去 给你的客户 当然旧的那个email功能我们也是有保留 只是我们多加一个功能进来 所以这个新的版本也可以做这个 cc跟bcc的function 也可以给你double check 旧的版本直接sendemail出去 新的版本还可以做一个checking 包括你如果你要check回它有没有fail 你可以找回这个status 看它有没有fail 旧的版本也fail了 你也很难察觉直到客户通知你 新的版本你可以在系统那边自己去看一次 下一次 然后下一个优化的 这个是更好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它旧的版本 它是可以从不同的地方login进去autocall 可是你需要给钱 而且它是有license control 所以它login的时候会比较慢 所以新的版本2.0它是基本上是美费的 基本上是美费的 for这个login 我们叫做VPN login 它类似于好像cloud这样 你就在家里面做工不用回到office都可以 它的concept是这样 这样它的要求我是建议100个MPPS 虽然官方讲是30个MPPS 但是我还是建议建议有100个MPPS 然后mco过后基本上100个MPPS都很容易拿到 而且很便宜 不会很贵 so基本上100个MPPS的话 就是跟你在office里面login进去autocall里面 操作是没有分别的 so我再重复一下什么是这个VPN so这个VPN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VPN 来到2.0是免费的 你可以当作是一个cloud 有时这样在你家的电脑去操作整个autocall login进去你公司的那个autocall 去看数据啊去改单啊开单啊等等 ok直接就作战 它的唯一条件就是两方面 你的家跟office的那个电脑 它必须要有100个MPPS以上 而且你只要upgrade去2.0后 这个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的一个功能 你就当作是一个user 你如果有三个user office有一个user 在家做了有两个user 这样你只要买三个user就可以了 ok它就当作普通user 这样子来login进去autocall里面 而且它改良了那些login的那些ID跟password 的一些license的setting 所以它操作起来是比旧版本顺很多很多 下一个功能 ok你留意一下哦 有一些功能是有些addition的 这样你就必须要有那个addition 你才可以看到有这些功能 啊相信很多user 不知道autocall有consignment的 可能你用这个basicaddition 或者是expressaddition so consignment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consignment 我大概讲解一下啦 比方说我是卖电脑的 so有一些新的牌子出来 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来的 都没有卖过的 突然间他跟你讲 ok我放在你的那个电脑店那边卖 卖了我才算钱 在这种情况我们叫consignment 旧版的autocall of course也是有consignment 可是它不能support itempackage 新版的是可以support itempackage 而且transfer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你只需要right click 就可以transfer去invoice 旧版本你需要去到invoice那边 去找那个go go这个是不是consignment的产品 还是不是consignment的产品 so相当麻烦 你要自己注意 一个忘记go 你就变成普通的产品 而不是consignment的产品 ok 2.0就不需要了 2.0你直接right click 或者是transfer from consignment 都可以 so transfer去return也是很简单 ok就版本是没有return的 它就在那个transfer那边去填 那个return的quantity 新版本它是多了一个叫consignment return的功能 你就right clicktransfer from那个consignment function 去consignment return的方式 很简单的操作 好这些都是一些优化了的 而且你print report的时候 也多了一些report 可以给你trace回那些consignment的item 以上优化我刚讲 如果你是upgrade from旧版本1.9上去2.0的话 基本上最少最少可以省掉30%的时间 或者是提高了30%的效率 so隔着下来是讲一些新的应该有的功能 在autocall的角度觉得这些功能是比较好的 so我们就加进去 好像这个purchase request 我们是加在basic edition的是免费的 然后只要你是basic edition 它就是免费的 什么是purchase request purchase request就是 比方说是工厂 他买东西他一定要trace form的 因为很多员工 小公司可能是不需要trace form 直接去purchasing department 跟purchasing department 我要买mouse keyboard 我要买原料 这个listen不够 那个原料不够 就可以了 但是大工厂他很多是员工 so他采购部 他要统计所有的order 才一直过订购 在这种情况 一般上会trace form trace form上来的话 老板也要签名 签名在那个form那边 所以很多很多这种paper 有了这个purchase request的功能 基本上 autocall就已经是可以系统化咯 你就不用用manual去key in 那些request form 而且老板就可以通过autocall 直接去approve 直接去approve 这些purchase request approve了的purchase request 还可以send去request quotation 跟purchase order ok 如果老板不approve 你就不可以去问价钱咯 然后不可以去做order 这个是2.0 basic edition的free的function 下一个function是document flow ok document flow就是 它有一个button 你按了那个button过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relationship 到底它有没有transfer去sales order do invoice 或者是purchase request 刚才有没有send去做order 有没有订了 来货了没有 收钱了没有 这样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用法 包括这个invoice 给了钱没有 它的payment 卖出来也很快 你就直接按一个键 叫viewflow 这样它就会link去这个invoice 这边 直接看到它有没有payment 然后你要print official receipt 你要按那个office receipt 就print出来就好了 ok 所以最后的版本 你要看那些transfer from transfer to 很多status你要看 新的版本一个button 就是你在每个screen 其中一个screen 你按它就看到整条线 从哪里来去哪里 很方便 这个viewflow 下一个方向是transfer document of course 旧的方向也是可以transfer 可是你要去到 比方说你从sales order去到do 这样你要去do 然后你去找回那个客户的名字 然后你要选择transfer from 那个sales order 很多个step ok 三四个step 所以新的版本你只需要right click 然后你就可以transfer 或者是复transfer 到另外一个document 它可以任何的document 包括quotation 去sales order 去do 去invoice invoice credit note 都是一个right click ok 刚才我讲的那个viewflow 你看到吗 这边右上角就有一个viewflow的button 你按下去就看到整个transaction 到它payment 或者是credit note 尤其是credit note 很多时候明明这个invoice 如果是5000块都没有还过钱 为什么它的balance才4800 可能你有credit note 你按这个viewflow 你就可以看到了 很方便 so 所有的function都可以right click 你就right click 就可以select一些short card的function so这个画面油画了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现在可以compile几张do 它同一个item的话 就版本如果你是同一个item 但是你从不同的do transfer 或者进去invoice 它会有很多行的 每一个do一行 新的版本你可以选择 要分开或者是group起来 更多的选择 更多选择新的版本 然后copy copy的function也超级快 也是right click 好像payment voucher 这个是粗量的 旧的版本你要edit进去payment voucher 然后你要去右上角找那个copy 然后你就copy from 或者是copy to 另外一个document so新的版本 你直接right click就可以了 so 旧的版本你还要copy to payment voucher 或者是copy to 那个lizep voucher 可能会copy错 新的版本你直接right click copy它就知道 你要copy去payment voucher了 很快很快 很方便 so 下一个功能是whatsapp first我copy了那个payment voucher 我要sendemail ok那个是旧的方式 现在都不用email了 so大部分都是用whatsapp so这边可以选择 ok上面有一个whatsapp的button 你按了过后 它就会convert去pdf 这个pdf会收30点 ok在autocall的server里面 so 我们会send一个link给它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send他pdf 或者是照片 等下他send不过 他不知道原来我们有send那个invoice 所以sendlink比较方便 你直接按那个link 他就会可以download进去他的电脑 或者是他的电话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直接whatsapp就可以了 so不只是要whatsapp这个pdf 我们也可以whatsapp那个地址 gpslocation invoice那边 或者是从do那边 它也是有一个whatsapp的功能 按了过后 它就可以generate那个waste 跟google的map的link 只要那个地址堆 它就可以generate出来 然后你就copy给lollydriver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好用的功能 so跟着下来 就是这个stock take ok 旧版本 你如果有那个stock different的话 你必须要自己算 算了那个different 然后你要去到stock adjustment那边 自动自己去手动填进去 那个stock adjustment 然后去调整 万一你算错的话就很麻烦 所以基本上你check了stock很多次都不准 万一你自己算错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还是 我们就做了这个stock take的功能 你就直接把那个actual的quantity打进去 那个系统就自动帮你算那个different 你只需要按一下那个post to adjustment 那个系统就可以帮你post 或者是你叫那个员工key 好好save起来先 老板set access right 老板才可以去posting to adjustment 都可以 这个功能有了过后 一算错那个stock的机会率就大大减少 so下一个功能也是很powerful 叫做formular 以前没有formular 你要懂写program 才可以写整个program 所以现在有了formular 就很简单可以做很多东西 比方说我的那个mq是长成款 这样你就做两个different 可以做一个长成款等于quantity 所以直接通过这个formular很简单 你就这样子set罢了 按两下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不用学到很给很给program 他不只是写这种简单的formular 也可以copy fromdapter去invoice 比方说你dapter放了一个ic 你要copy进去修行invoice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formular 去写一写 就是这样子罢了 好像选这样这样子的选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做那个copy的功能 下一个是recurrent.jl ok recurrent.jl 刚才我不是讲了一个copy的功能 很快的可以做account的吗 你直接right click就可以copy so不只是可以copy那个boucher 甚至是你懒惰你不想copy的话 你就直接做setting 上面有一个save as recurrence 你可以setting它每个月 好一次或者是auto generate 这个payment voucher每个月 ok你可以set每个月的月头第一天 每个月的第七天 generate这个rentor的payment voucher 都可以你set set边边它 只要set对那个user login meta login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生产 ok 产生那个payment voucher 你不用right click copy 你right click copy都不用 ok 如果你担心generate了你不知道 ok这样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他log in的时候 他跳一个screen出来通知你 你approve了他才generate这个payment voucher 也可以有好几个setting的方式 so除了这个 还有这个document template ok document template 很适合那种可能我们进出口 有不同的一些写法 或者是不同的item 这样你就可以set边这个template 你下次选的时候他就跳这几个item出来 或者是他这个是国外的要出口的客户 这个是本地的客户 本地的客户 它是不用打那些shipment的info的 还是什么 所以出口都要打 这样你就set边边这个template 他一按的时候他就会跟着这个template copy出来 或者是bank的一些description 你可以set边边进行 也是可以 好 这很多种做法 这个template ok不只是purchase的地方有seals的地方 也是有这个template 可以好好善用这个template的功能 下一个功能 刚才那些是最基本的优化了的一些功能 so how about一些更加advanced的功能呢 ok so第一个比较advanced的是这个multipricing 这个multipricing 你只要打你的cost let's say你的cost是1000块 so你mark up40% 他就会自动帮你算千四 然后你就mark到5个% mark到10个% mark到15个% 他就会自动帮你算每一个产品 aftermark到过后 他的margin是多少 那些你这个已经是mark到了25% 因为你mark up40% 所以你的margin剩下4个% 如果客户叫你discount5% 这样你就会喽 so如果他叫你discount4% 你还可以discount给他啦 他一共现在有6个pricing 旧的版本才2个pricing ok除了这个mark up mark down 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他还增加了4个pricing 所以你还可以选择 就好了 setting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快 比较简单 然后你的员工也比较容易明白 of course 你不喜欢他叫pricemount 你要他叫不同的名字也可以 你就自己调整 然后到时候开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根据你改良的 那个description 挑出来 so除了multipricing 这种比较强大的功能 还有这个advanced item 这个advanced item 是给premium edition才有的 这什么是advanced item 它是包扣两个 两大功能 第一个是旧版本 1.9才有item group 和item type 新的版本 这个advanced item 它有brand category class 它多这三个 然后拿来用途 数据用途 而且它多了这个apply in 旧的版本 这个apply in 这个功能你要的话 要另外买 最少要如果没有记错 差不多要8000块 可是新的版本是送的 OK 这个apply in 这个版本 它可以apply 这个产品是raw material raw material它是purchase来的 跟raw material 它不可能拿去卖的 或者是这个是finish code 它是可以拿去卖的 它不会在purchase order那边出现 你可以选择它在什么文件那边出现 你可以选择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同的部门用的时候 然后它不会看到怪怪的 好像keyboard mouse 不可能seals的部门 它可以seal keyboard mouse 这个可能是internity use 这样它只能purchase 它不能seals 所以你只要take 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 在什么文件那边出现 所以这个advanced item 是很powerful的 OK 下一个也是很powerful的 叫advanced quotation 所以advanced quotation 它可以revised很多个版本的quotation 所以你不需要开 6002-15002-2002-3 所以它会有很多个revision 用回同一个号码 所以你容易你track 或者是看回那个号码 除了这个revised功能 of course它还有approve的功能 这个quotation要approve了 你才可以send给客户 所以它有好几个功能 你可以reject 如果有问题reject 然后再revised 再等老板去approve OK 下一个也是很powerful的 叫reorder advice generator 这个reorder advice 旧版本都有了 但是新的版本 它不只是帮你list出来 什么item 可以需要reorder 它还可以通过这个button 简单的你按一个button 它就已经帮你分出不同的support 要订多少 所以你confirm的话 你按generate 它就会帮你generate 如果你有两个support 它就有两张po 如果你三个support 就有三个po 自动帮你generate 变成po 你不需要自己去打 这些po so你不需要check了 那个什么item需要order so有了这个function 只要你在itemcode 那边有填过这个support 的code as它的min supplier 这样它就自动帮你update 好好的这个list 如果不是的话 来到这里你还需要update多一次啦 你自己去决定你要order from哪一个supplier so下一个功能是为了2.0而增加的 这个approval workflow是 因为GSE跑了过后 凡是你save了的文件 它就会send去给LHDN ok 但是你还没有send去给LHDN 所以你的员工可以save as draft 做了可以save as draft 可以save as draft 改好了它就send 它4天后它自动会跳去expire so只要approved了才会破去我们的account 或者是stop 没有approved的话 它就是temporary save as draft 的document 这个是为了应付那个invoice 做autocall想出来的一个很好的control的防线 so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autocall不只是做给invoice的功能 而且它做给一些payment voucher 所有的功能啦 基本上都有这个approved的function 你可以选择用或者选择不要用 这些functions随随备面都不便宜 ok 真towerful的功能 但是来到autocall 2.0它是免费的 so你看这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文件 okof course你要在不同的文件 你要做这个approved的那个functions 你就勾一下 so还有另外一个 刚才我讲了它可以recurrent 那些account的transaction 当然如果你是sales跟purchase的transaction likephotoset machine啊那些 你是每个月要组的啊 你都可以做这个recurrent 去做一些setting 你要by month啊 或者是by two month啊 three month啊 ok by week啊 by daily都可以 它会自动帮你生产 那个日期你几月几号 你login那个user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帮你生产 这些transaction so超级方便 so跟下来这个是intelligent costing intelligent costing 旧版本你需要manual去按 每一次你要recalculate cost 你都要去stop recalculate stock costing那边去跑一轮 但是新的版本 它多了这个intelligent so intelligent costing 它会自动帮你calculate when你有改过什么文件 ok let's say我现在算 算到八月一号 可是我跑去改五月的单 四月的单 这样它就从四月的单 五月的单那边重新 这个有关于的相关的item 就重新帮你算costing 所以你就不用每一次要跑 recalculate stock costing 这样吃力 让这个电脑整个系统contact ok 有了这个intelligent costing 它会安排时间 ok 几点 去帮你算当 从你改那个文件的那一天开始 算起for这个item 所以这个功能你需要自己付费 这个不是免费的你需要自己付费 然后最后最后一个功能是stock de-assembly ok stock assembly是很多个material 变成一个成品 finish code de-assembly是到款的它是拆开的 然后可能你做水机的水机里面 很多个parts它要拆出来卖 所以你就set好那个formular 然后它就做这个stockde-assembly的function就好了 so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新的一个功能 ok 你可以有不同的costing 你可以用不同的costing 来setup你的系统 so 啊 来到这里就已经去到尾程了 我都讲了很多个很不错的那个2.1的功能 so 相信你都有一个决定啦 ok 事不宜所去upgrade你的autocall系统 so 我刚才也是讲 最少最少会提升 啊 一个30%的一个工作效率 希望这个短片帮到你 谢谢大家